我們目前台灣的私華就是說都是法官在審判 所以不管一個法官三個法官 甚至最高五個法官都是職業法官在審判 那職業法官怎麼來的 職業法官都是大學法律師畢業 然後考上私華官的考試 那麼就經過一定的延期兩年左右 他就可能很年輕 有可能年輕就當法官 那麼目前人民對司法不信賴 民調的信賴度很低 為什麼 因為司法讓人民覺得有時候不公平 超帥很多問題 所以人民覺得司法的信賴度 沒有辦法像日本那麼高 日本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上來是蠻高的 司法不是沒有問題 每個國家司法都問題 但是他們的信賴度很高 那麼台灣大家都其實去問人民說 人民參與審判他不好 那麼大家都覺得很好 那什麼叫人民參與審判 我們要先說什麼叫人民參與審判 那麼意思是說在這個審判的過程當中 能夠讓人民參與 那怎麼參與呢 那這裡面最主要有兩個制度 簡單介紹一下兩個制度 簡單說就是參審跟可以審 那參審是什麼意思 參審的意思應該是說職業的法官 就是黃導師考上的法官 跟一般從人民選出來的法官 一起來審理 一起來判決 那就參審 可以用這麼簡單的話說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職業的法官跟從人民選出來的 我們這套公民法官也可以 參審也可以組成的叫做參審 那麼典型的德國跟日本有點不一樣 德國是最典型的參審 也就是說這個參審 比如說假設是三個職業法官 兩個參審員 這兩個參審員是選出來就固定 跟任期制三年 就跟這三個法官固定二、三 這五個人固定成為一個體 那這個部分 是一個認識制的參審 但是日本呢 日本不一樣 日本確實在選任參審員的制度 有參考裁審的制度 意思是說 他們日本是三個職業法官 六個參審員 他叫裁判員 就是我們台灣叫國民法官 不管怎麼稱呼 這個三個跟六個 那個六個怎麼來 三個沒問題 他是一般的法官 職業法官就是考試考上的 那六個怎麼來的呢 那六個就是說 是由一定的公民 譬如說我們規定23歲 或者規定18歲以上 然後把一些人排除 公民員排除 法律系的排除 有一些精神狀況有問題 可能會被排除 或者是他生病了 可能要排除 有一些可以被排除 那剩下的名單 就隨機的去抽出來 一個案件 一個案件 逐案去抽出 那個參審員 那這個參審員 這個制度 日本的參審制度的選任 確實有點參考英美的 陪審的選任 所以他是三加六 不過他還是是參審 他的選任 雖然有參考陪審 不過他的審理跟判決 審判就是審理判決 審理的過程 是三個制度完 六個裁判員和審員 一起來審理 也一起來決定有沒有犯罪 一起來決定量刑 那這兩個的制度 德國跟日本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最大不一樣是因為 他們一個是任期制 參審員他是任期制 但是在日本就不是囉 他是誰要你選出來 那我們相對 這兩個都是不一樣的參審 但是我們在講的陪審 全是用52個國家 他是用陪審 這個不一樣在哪裡 這個選任陪審員的制度 通常是1加9或1加12 如果大一點是12個陪審員 小一點是1加9 一個職業法官 加9個陪審員 那陪審員的選任 跟日本那個是一樣的 就是說 是在一定的條件裡 就不是有些人真的排除以外 那麼 這個 就隨機的 個案 主案的去選出 選任陪審員 但是他跟日本不一樣 他日本就是參審 那英美的陪審 不一樣在哪裡 他一個最大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評議 評議就是說 要怎麼判 我們一般白話就是怎麼判 要怎麼判 有兩件事 一個是有罪沒有罪 如果有罪的話 要判保障 這個就是所謂的判決評議 那麼這裡面不一樣是 在陪審制裡面 他的評議 陪審員 決定有沒有犯罪 如果沒有犯罪 那就回家了 就不是了 如果有犯罪 他要判多久 這叫量刑 判多久的量刑 這個判多久的部分 是法官來決定 那這個部分就是 基本上陪審的 陪審員 跟法官在做決定的時候 不會在一起 所以在有沒有犯罪 職業法官不會一起來參與 純粹由這個陪審員討論 但是也許我們會疑問說 他又不懂法律 他怎麼可以來決定 有人有沒有犯罪 請他不要忘了 我們有時候真的看了媒體的 一個片段的報導 我們就開始認為說 這個人該死 這個人應該冤枉 可是我們真的是會難免 很表面的因為一個媒體的報導 我們覺得他很可惡 或者覺得他是很冤枉 但是不要忘記了 陪審員進入到法庭上來 是要聽到檢察官代表控方 律師代表被告變方 簡便雙方 問了很多 從不同角度去問這些證人 專家證人 證人 建定人等等 兩邊公來公去公訪以後 從不同角度辯論之後 你才做評議 而且法官要做這個評議之前 通常也會先告訴你 什麼是相關法律的一些精神跟規定 譬如說 要有超越合理的懷疑 也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假官起訴他犯罪 有一點點懷疑就不能看到有罪 有一點點 想一想都沒有懷疑 這個都很合理 所以就要看到有罪 他有一個叫做超越合理的懷疑 或者我們用無罪推定的概念 說你要先推定他 無罪 如果真的證據證明他有罪 才會有罪 那他有告訴你 什麼是證據法則啊 或者這個案件是涉及 涉及強盪 那強盪的要件是什麼 什麼是強盪 那他有一定的要件 那這個要件要告訴你 主官有什麼要件啊 客觀上有什麼要件啊 他人有沒有在場啊 那這些相關的證物跟他有關嗎 等等 那這些會有一些 寡官通常會有一個頻率的表 讓他變成有一些細項的題目 讓這個陪審員進去了以後 能夠好好地討論 然後再做最後決定 那這個過程就是陪審 我們說這個是陪審的一個制度 那麼這兩個是最主要的不一樣 那我們先介紹了參審陪審的不一樣 基本的不一樣以後 我們回頭說 那這個到底 有什麼重要 如果今天在台灣來實施 有什麼重要 因為台灣的施法 人民不信任 那台灣整個施法文化有很威權的一面 威權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華律人還滿驕傲的 雖然他不會說我很驕傲 但是他其實華律怎麼很驕傲 一直講一些話你都聽不懂 你們都不是學華律人都聽不懂 就覺得自己好像 這樣某程度 會覺得很高人 你也不能否認 那些法官能夠考上 真的是 都相當成立相當好 所以但是他在一個很封閉的文化裡面 其實是常常 自我可以沒良好 但是那個文化跟外面文化 其實有一大差距 所以這樣的威權的文化 甚至有一部分法官 要草率 有罪推定 這是錯誤的文 應該有罪推定 有罪推定 草率 或者甚至不公正 可能因為其他的什麼任何關係 甚至驚險等等不公正 有這樣的法官呢 讓人民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好像還沒有審判就已經不公正 審判過程也不公正 判決也很草率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人民參與審判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改善 會有一點點衝擊 會有一點衝擊 怎麼說呢 就是沒有人民參與審判 光去觀察法庭這件事情 法官看到有人在觀察法庭 當學生進到法庭上來 法官就開始態度變好了 學生進來就變好了 那你可以想像 今天不是進來一下下 今天是人民就直接參與這個審判 你看法官會不會改變他的比較威權 比較太多惡劣或者不公正的這個 可能會有點改善 不管說能夠完全杜絕 但是會有改善 所以這個部分 要衝擊這個威權的文化 是一個機會 另外我們 反過來說 你看我們的人民 我們其實 法治教育做的不是很好 我們的很多的藝術 其實很少跟法律 那個精神的教育 其實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甚至有些是錯誤的 好 那你可以想像我們也 其實雖然我們不一定犯罪 我們不一定進入法庭 可是我們很多人還蠻關心的 所以社會主務案件 我們會不會看到了一些案件 然後媒體的報導 就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人該死啊 這個人可能冤枉 這個誰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坦白說 你真的有接觸到這個個案的全貌嗎 會不會你得到資訊是騙斷 甚至有些時候是誤導的 比如說 我們舉個例子 台南曾經有一個案件 檢察官對於一位被告 他確實殺人 那檢察官問他 他都自我放棄 他都不回答 他確實真的殺人 應該是沒錯 檢察官問什麼 他都不回答 那檢察官再次想還想去 不知道怎麼辦 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以為你殺一個人 就會判死刑 你以為你要放棄自己 那個被告總理太講話了 他討厚還講說 啊 殺一個人不會判死刑 但是檢察官對外的表達是說 哇這個被告很可惡 竟然說殺一個人也不會判死刑 那明明看到那個報道 那明明說這個被告好可惡 竟然以為判一個人不會判死刑 然後他就 他就 大家就說這個人該死 這個人該該死 可是當法院判他沒有判死刑的時候 明明懷然啊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這個人這麼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事實上法官在法庭上有刊驗 刊驗就是說 把檢察官再問那個被告的整個錄影光碟 都重新再多判一次 那呈現出來的不是那個被告 嗯 殺一個人也不一定會死 不是這樣 他是說 根本自我放棄了以後 簡單的話法庭跟他講說 殺一個人不一定會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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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如果你是參審或陪審 進入到法庭上 你就不只是看到一個媒體的報導而已 你就會接觸到整個案件的捐證 這個應該不是捐證啊 應該不是書面的這樣 應該是證人 或者是有關的這些專家 或者是相關的人來說明這個案件的經過 那你接觸到這些證據 加上簡便雙方不同角度的辯論 你的判斷就可能 不是只看到媒體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意義是說 這是公民 這是一個公民的法治教育 的一個很大部分 你知道美國 三億都有兩個人 他每年一百萬人去當陪審員 一百萬人 現在到現在 雖然案件不算多 坦白講比例上不算多 可是一百萬人 每一年都有一百萬人去當陪審員 你想想看 你那個案子可能兩天 可能三天可能五天 光那個時間 你又經過評議 你又經過審理 你會不會對法律 都可以理解 那中間 法院也會變得比較進步 威權的少一點 人民的法治教也會進步 那你可以想像 這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進步 譬如說 這個部分其實在彰顯什麼 彰顯一個民主價值 司法要民主 我們的司法 的人員 就只有考試 沒有任何名義 當然每個國家的司法 民主化 是有不同的方式 有的國家 我們是用選人 有的國家 像日本最高法院 要經過國衛的 所謂的統一權 那有的國家 是透過參考陪審 來實踐 這個部分的司法民主化 所以司法民主的價值 也是這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尤其 你可以想像 在什麼樣國家 他會特別強調 要陪審 比如說 當英國統治美國 美國想要獨立的時候 因為 英國有陪審 可是英國在統治美國的時候 不想給他陪審 那所以有很多的 他們覺得很不服氣 這個判決不對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我今天要獨立 我要有 好的陪審制度來保護 美洲的這些人民 所以 當他在不信任 英國的司法很好 可是英國在統治美國的時候 他司法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他們要陪審 來保護人民的權益 這是一個司法民主化 很重要的精神 那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 無罪推定 剛才我們在講說 華麗的規定很清楚 我們叫做無罪推定 也就是說 簡納門的起訴 要超越合理的華裔 意思是說 沒有那麼一點華裔他 起訴他 有犯罪 是有什麼華裔 這個都沒有問題 才可以當他有罪 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嚴謹 要判一個人有罪 要很謹慎 那每個法官在考試 也事實上好 可是進入法庭的時候 看太多了 看太多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每個被告都騙他 有的被告當然不誠實 是有的 但也有法官可能誤會了 即使是冤枉 那如果你都以為被告都講謊的話 你都用有罪的眼光去看他 可能就會產生 冤枉的人就會產生 但是因為通常看到這些 實施陪審的國家 人民通常比較沒有這個包裹 他反而會覺得大部分的案子 當然不是全部 大部分的案子 他們反而會謹慎 因為他覺得我 我這一案法官 我要詳心 那我要一自覺 大家互相說服 去形成一個共識 到底這個案子 是有罪還是無罪呢 當然正人講 這樣到底有沒有道理 那像這樣的一個討論 這樣的一個部分 他其實會呈現比較多的無罪推定 意思是說 第一個人的罪是要很謹慎 他呈現出來的無罪率會比自由法官高 據說韓國是自由法官的三倍 據說俄羅斯是四十倍 當然一個部分在說 那美國也一樣 比自由法官 陪審制都比自由法官高 相對來講參選 因為法官跟人民一起討論 跟參選一起討論 好像像日本一樣高 一樣高到 有罪率高到99.5% 一樣高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陪審比參選 更有無罪推定的落實的可能性 所以這裡面 無罪推定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蠻重要的 這一點也跟大家分享 我不曉得台灣的人民 如果你進出法院 你會不會這個 一個案件好久 好久當然很多的因素 也很多的研議很久 其中你只要有紀念的人民 都會覺得說 一個案子呢 等去的那邊 審了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又隔一個月 才審一次 甚至隔一個半月 或者三個禮拜才審一次 這叫做 不是集中審理 是一個分割式的審理 那你久了又過 要重新要再次講一次 可是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用參選會陪審 你把這些人叫來 他能夠說 多久又請你 請假一次 一定是集中審理 一定集中審理 也就是說 陪審員也要 參選也要 一進來 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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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證人要傳十個人 檢察官五個 律師五個 好 就是會密集的排在 例如說三天 或者五天 審完辯論 開始評議 評議完結束才會回家 所以基本上他會是一個集中審理 那集中審理是比較有效率 你可以想像 當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剛剛才聽到那些辯論 如果你今天三個月 三個禮拜一次 或一個月一次 你會慢慢會淡忘 這個證人 第四個證人講什麼 可是第二證人 哇 因為他可能半年前 所以這個部分 華麗規定是要集中審理 通常也要集中審理 那這些都會讓 這些制度 本來應該要做的 會更加的進步更何時 所以剛才談了這個 雷敏參議審判 不管這邊的參選 這兩個制度 能夠帶動的這五個效果 包括司法的文化的威權 會被衝擊 公民的法治教育會提升 司法民主化 會有更 這個價值更被實現 那無罪推定 也可能更多的落實 那審理的過程會集中一點 不要拉太長 這個也會不改變 那我們要說的是 台灣的這些司法的文化裡面 會有進步 它會跟著這些進步 那我們樂見人民參議審判 樂見人民參議審判 樂見人民參議審判 那我們其實 其實很期待 因為人民參議審判這個制度的實現 能夠帶動人民跟司法更多的接觸 也帶動人民對司法的了解 或者司法也真的跟著進步 讓人民的信賴能夠增加 坦白說我們當律師 雖然是在野的法曹 看到人民不信賴司法 看到人民用懷疑的野光看司法 其實我們也蠻心同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 好像你是一個醫療人員 那每個人都不對醫院啊 都不相信 這也是不好的事 那我們不是怪人民 所以為什麼不相信 真的很多讓你不相信的地方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制度的實施 帶動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說明 有一些相關也要跟著改變 那這個改變能夠帶動人民更多理解 司法更多改變 然後能夠上去循環 因為一個進步的國家 司法現在跟他們逼得很少 我想我們是進步國家 但是希望這個可以更加的 努力而改善 是司法對人民對司法的信賴